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国金飞 在我们国家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内 有个重要的节日 叫火把节 到了这一天 不少人都会走出家门 盛装狂欢 因此也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 然而就在九年前 盛大的节日刚过 欢迎的气氛还没消散 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却降临了 并且在接下来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头 人们都没有弄清楚 这场悲剧究竟是因何而起 发生了什么呢 这里是云南楚雄一族四字州的摇安县 群山环绕之中 有一个一千多户人间的小村子 小义村 2010年8月8号清晨 一声尖叫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没过多久 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子 从一户人家里被抬了出来 她叫张金兰 是本村的村民 发现张金兰的头部有明显的创伤痕迹 有菜刀类砍去形成的痕迹 很明显的有令刀 急救人员判定张金兰颅脑重度开放性损伤 早就没有生命的提升了 一向宁静的村子里头突然发生了这么残忍的命啊 一时之间整个村子里都是人心慌慌 张金兰到底是被什么人杀害的 犯罪嫌疑人的做完动机又是什么呢 在村民当中一走访 警察觉得这事还真是一点从从 先是有邻居告诉警察 他是早上七点左右发现张金兰与孩子 当时他倒在卧室的床上 可是让这位邻居感到非常蹊跷的是 张金兰本来有个十二岁的女儿 叫小红英 平时母女俩都是睡在一起 可是当他赶过去的时候 小红英竟然失踪了 家里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小姑娘究竟去哪了呀 他有没有危险啊 然而就在警察发动村民 一起寻找小红英的同时 更加困惑的情况出现了 警察注意到一提起张金兰 很多村民都是一副惠莫如深的表情 这就怪了 难道张金兰招惹他们了 有村民就告诉警察了 说您不知道 这女人在我们村其实挺有名的 原来早在1991年 张金兰就结婚了 丈夫是叫李永和 除了女儿小红英之外 两个人还有个儿子 这些年来 儿子一直被外出打工的丈夫 带在身边 村民们这就说了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五年前张金兰就跟一个 四川来的瓦工走到了一起 这瓦工叫何子华 白天在邻村的工地上干活 不怎么跟村民们接触 晚上就回张金兰家 两个人同吃同物 根本就不避人的 那么关于张金兰的这个遇害 何子华知道点什么吗 警察一找 怪了 跟张金兰的小女儿小红英一样 这个何子华呀 竟然也不见了 一人不幸遇害 跟他关系最亲近的人 竟然全都莫名失踪 这也太反常了吧 这么一来 案子要从哪入手啊 别急 案发现场 还有其他的现作 院子在大门后面 有一把尸工锤 锤柄上有小量血迹 难道说嫌疑人 是用这把尸工锤 撬开了房门 可接下来的发现 让警察就感到困惑了 卧室的门锁是从里面有破坏的痕迹 索性还在 留在卧室里面的地面上 这个门这怎么不是从外面敲开 还是从里面敲开的 从门锁的破坏情况来看 嫌疑人竟然不像是破门而入 反倒像是落荒而逃 这就怪了 难道说早在案发之前 嫌疑人就已经在张金兰家里了 最后另外一个发现似乎验证了警方的怀疾 在烤房里发现酒瓶还有烟头 当时我们怀疑是不是 犯罪嫌疑人遗留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嫌疑人不光在张金兰家里头出现过 甚至还悠哉悠哉的喝了酒抽了烟 这意味着什么 说不准这就是熟人 可究竟是什么样的熟人 才会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女性下如此毒手 你还别说 接下来嫌疑还真就指向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熟人 你想啊 我们前面说过那个何子华 是吧 他都已经跟张金兰同居五年了 期间一直没离开过 结果呢 警察赶过去的时候 他竟然失踪了 这也有点太巧了 难道说这事是他干的 很快在案发现场 警察有了另外一个重要发现 现场发现两部手机 其中一部手机有手机卡 另外一部手机没有手机卡 经过调查 这部没有手机卡的白色手机呢 是死者张金兰的 而另外一部有卡的这个黑色手机呢 应该就是何子华的了吧 说不准这里头应该有什么关键线索啊 怎么样 找到了吗 跟你这么说吧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还真是有点意外 警察一检查手机卡 你看怎么办 根本就不是何子华的 而是另外一个人的 这人姓刘 那么这个刘某又是谁啊 大半夜的他的手机 怎么就跑到张金兰那去了 还好 这人倒是没失踪 警察很快就找到他了 关于这件事 他能提供什么线索呢 只能说是让人万万没想到 警察找到刘某的时候呢 他是一点的惊讶和迷茫 他告诉警察什么张金兰 这是谁啊 我根本不认识啊 经过调查 刘某确实没撒谎 警察从当地派出所了解到 一年以前呢 刘某确实是丢过一部手机 经过辨认 正式案发现场的那一幕 感情事情就这么强 对于这起命案 刘某还真的就是一无所知 手机的线索到此中断 那么这事究竟是不是何子华干的呢 他又去哪了呀 有些时候啊 事情恰好会在看似山穷水尽的时候 风回路转 就在这个时候呢 随着一名特殊的目击证人的出现 转机终于出现了 看到画面上警察旁边的这个女孩没有 她就是案发之后 这个失踪的这个小红鹰 幸运的是 案发十几个小时之后 在几公里之外的一座庙里头 警察终于找到了她 小红鹰在怕上呢呀 在警察的不断的劝慰之下 小红鹰终于开口了 而她讲出来的 则是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真相 小红鹰告诉警察 案发那天早上六点多 她和小伙伴一起在不远处的院子里玩 突然呢 她听到一声救命声从家里传来 她跑回去一看 眼前的景象直接就把她给吓傻了 和大的 这人又是谁 到了这一步 有人可能就已经猜到了是吧 没错 正是失踪的何子华 五年的朝夕相处里 小红鹰一直管这何子华叫大的 两个人关系挺不错 也正是因为如此 目睹女性被害之后 小姑娘简直都吓坏了 案件发生的时候 她看到她的母亲被她的大大这样被砍死 她第一个呢 不希望这个被杀的人 不应该是她的母亲 第二个 她觉得杀她母亲呢 不应该是她最相信的何道大 竟然还真的是这个何子华 既然如此 案发之后 他到底去哪了 哎 先别急 好不容易弄清楚嫌疑人的身份了 局面呢 反而变得更复杂了 怎么呢 当时有警察就困惑了 说不对呀 我先前听村民们说过 这何子华早在案发 他前一天就已经离开小义村了 按道理来讲 他不可能有时间做 离开 这又是这么回事 原来就在案发前一天 张静兰和何子华闹网顿了 甚至还一路闹到了当地派出所 这话就奇怪了 俩人都同居五年了 怎么就成了赖着不走呢 当时张静兰是这么跟警察说的 他说自己是有夫之妇 这几年一直跟何德华住一块 感觉不合适 早就有分手的打算了 当然了 这只是其一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很重要 在张静兰看来 何子华这个手脚不干净的毛病 实在是让他忍不了了 而何子华呢 在他看来好端端的 突然被扫地出门 这谁能受得了啊 不行 不能走 就因为这个 俩人就闹到派出所去了 当时警察还给他们俩调节了一下午 最终呢 何子华表示 算了算了算了 和平分手吧 走就走 离开的时候 还是警察把他送上车的呢 我们就帮他在那个路边 短了一个顺风车 看到那个何子华 拿着他的行李 也上了车 原来还有这档子事 可是说到这儿 既然早在案发之前 何子华就已经走了 那作案的嫌疑人 还是不是他呢 这回到不难 这回到不难 警察调取村口的监控 还对张吉兰 还对张吉兰痛下毒手 要想弄清楚这一切 只有先找到人再说了 可是要上哪去找呢 警察很快就发现 这事实在是太难了 前面我们说了 何子华是四川人 他是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来到当地的 一直都没有办过身份证 因此网上除了 他的姓名和籍贯之外 根本就没有电子头像 那如果能找到照片也行 很遗憾 也没有 根据村民们反映 他平时几乎不和外人交往 没人存过他的照片 这么一来呢 警方掌握的所有线索 就只有监控视频里 那个模糊的背影 可要想在茫茫 人海之中凭背影 把人找出来 在当时的条件下 这也开玩笑吧 该怎么办呢 可能社会人家属 基本知道他的 大开的提茫特征 或是拼小 他的眼睛有一只 是有问题的邪长 邪眼 这也太模糊了 还有其他信息吗 别说还真有 你还记得当初张进来 为什么要赶盒子滑走 就是因为他小头小摸 而一个人的这个不良行为 是真的会在这个世上 留下痕迹 你看怎么着 走法过程当中 警察发现 就在案发前两个月 因为盗窃 何子滑竟然被抓到过 当时负责案件处理的警察 无意之间 还录了一段视频 看到了吧 为什么我们总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吉莫为 可能连何德华自个儿 都不会想到 正是这个小偷小摸的毛病 最终帮助警方成功获取到了他的面部图像 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图像 警察心里头是大为振奋 他们第一时间就发出了协查通报 并且把图像上传到了网上 怎么样 找到人了吧 很遗憾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消息 第二年 升职浩大的全国公安机关亲网行动展开了 各地公安机关纷纷立下军令状 对所有网上追逃人员进行全力抓狗 其中就包括何子滑 这下都有希望了 告诉你们 这次行动当中 云南摇安县国人局网上追逃的13个人里头 12个都已经被抓获归案了 唯独这个何子滑 竟然还是没有线索 这就怪了 难不成这人还能人间蒸发呀 其实这事也怪不得警察 在对何子滑进行追捕的时候 其实每个警察的包里都带有一张通缉图片 问题是线索就得一个实在太少 到了最后 图片都够了 也没有找到人 我们作为一个刑警刀队长 作为一个分管 刑政的副局长 五年也好 六年也好 我们这个案子一定要破 否则是我们管刑征 分管刑征 但刑警刀队上 切下的一笔杂 就在警方努力追捕何子滑的同时 这一年村子里的花又开了 小红英也大了一岁 失去了母亲的她不再上学 和父亲一起到外地打公圈了 基本上得不到什么负 相比并不亲近的父亲 在孩子的眼睛里 这个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何大大 虽然有盗窃的污点 但是对自己却是疼爱有加 为母亲也有所付出 因此他怎么都想不通 这么个人怎么突然间就对朝夕相处了五年的母亲 举起了凶器 何子滑究竟在哪啊 警察又怎么才能把他抓获了对案呢 这人到底走哪儿去了 还有希望把他找出来吗 而面对这个难题 警方并没有放弃 这几年这个行政的科技发展非常快 今天破不了的案子 不一定明天破不了 只要我们九塔实地 把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做杂实 正在这种务实的心态之下 2018年8月31号 也就是案发8年之后 转机终于出现了 在边境线上 基督大队在对一辆客车进行诊查的时候 有一名神色慌张的男子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名没有带身份证的男子 称自个儿是四川人 要坐车回老家 但是始终不肯说出自个儿的性命 根据经验 这显然是有问题 这人到底是谁 这个时候行政技术已经近非昔比了 人脸识别技术迅猛发展 不仅可以帮助公安机关准确搜索嫌疑人 而且还能够确认嫌疑人的轨迹 甚至还能够进行区域实施布控 总而言之吧 和过去相比 想要确定一个人的身份 没那么难了 当时面对这个死活都不愿意说出名字的人 警察打开了手机里的这个人脸识别系统 几乎就在一瞬间 警报出现了 在全国再掏人员信息系统当中 谈出了个名字 哎呀 正是何子华 逃了八年 何子华终于落网了 采访当中 记者在看书所 见到了61岁的他 如今终于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当年何子华明明都已经离开了 为什么会半夜返回小异村 并且对张金兰痛下毒手呢 他和张金兰之间 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纠葛 按照何子华的说法 他之所以会走上这条邪路 根本就不是偶然的 何子华说呢 他和张金兰根本就不是后来认识的 在上个世纪八二年代 俩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 那是1983年 也是在一次火把劫上 二十多岁的他 第一次见到了张金兰 可以说这俩人是一见钟情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这俩人他说没走在一块 说到这儿呢 何子华叹了口气 他说那都是因为张金兰的父亲 强烈反对 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之下 张金兰呢 没有领结婚证的情况下 嫁给了别人 而他自个儿呢 小偷小摸的毛病 早在这时候就已经 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了 因为盗窃 他被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 如果命运就这么发展下去 也许这俩人就会像 两条香蕉线一样 短暂的交汇之后 渐行渐远 可有些时候 也许真的是天一弄人 何子华说 他也没想到 就在他刑满释放之后 俩人竟然会再次产生交集 而悲剧的种子 也是在这个时候 悄然中加的 原来2005年 在县城里 何子华竟然偶遇了 昔日的恋人张金兰 这时候两个人嘛 一个刚刚刑满释放 截然一身 一个嘛是婚姻 名存实亡 独自带着女儿 也许是同样的落魄 再次点人了两个人心中的火苗 很快 这两人就再次走到了一块 何德华说 再续前缘的这五年里头 他和张金兰 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 为了这个家 他出过钱 买过力 甚至对张金兰的女儿 也是事如己出 成了小红英最信任的何大大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不理解了 既然这俩人有这么深厚的羁绊 张金兰 那就干脆跟丈夫好酒好菜 好好的跟何子华过日子呗 为什么后来还会有这么极端的事情发生 说到这个嘛 一丝怨恨似乎从何子华的双眼里流露了出来 何子华的指控究竟是真是假 随着被害人的死亡 真相似乎已经无从查证了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何子华和张金兰的同居生活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 何子华小偷小摸的恶习 让张金兰难以忍受 而张金兰呢 他似乎也没有认真对待这段感情 非但没有跟丈夫断绝关系 反而在跟何子华矛盾越来越多的时候 想要摆脱他回到丈夫的身边 2010年8月7号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 张金兰逼着何子华离开 甚至还因此报了警 后来经过谈判 何子华同意离开了 临行前他提出 让张金兰给他200块钱当陆飞 我确实没得陆飞 200块钱我说也不多 然而这个要求并没有被满足 坐在离去的车上 何子华是越想越生气 把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 你的孩子我也视如己出如鸡 你竟然这么绝情 把我当什么来 这口气你说他怎么能咽着下 就这么想着 何子华的这个理智 逐渐被愤怒吞涉了 村口的监控显示 半夜11点 再次回到了张金兰所在的村子 8月8号的凌晨 一阵激烈的争吵之后 悲剧终于发生了 案发之后 卧室的门被吹 吹得关上了 何子华找了一把锤子 暴力挑开门锁 仓谎而逃 也许是太过紧张 他偷来了一部黑色手机 还落在了案发现场 逃亡的八年里 何子华担惊受怕 冷静下来之后 他的内心开始充满着悔恨和恐惧 落网之后 警察对何子华的DNA 指纹证人正言进行了逐项比对 确认了何子华的身份 2019年4月 云南省处秀 一族四季州中级人员法院 作出判决 何子华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庭审过程当中 停上一直坐着个瘦弱的姑娘 她就是死者张静兰的女儿 当年才12岁的小红英 八年过去了 她现在已经20岁了 听到这样的判决结果 她是泪流满面 因为可能当时还比较小吧 当时可能那个情况 是对我是也蛮好的 但是 由于后面发生的事情的话 恨的 这个判决对她是一种的惩罚 希望她在里面好好忏悔吧 一桩八年未解的案子 终于画上了句号 何子华逃亡八年 最终被抓获归案 除了警方切而不舍的努力之外 人脸识别技术 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 随着刑侦科技的不断进步 无论嫌疑人逃了多久 只要他曾经做过案 留下了相关的痕迹和线索 那么无论过多长时间 警方一样有机会找到他 对于犯罪分子来讲 这也是个震慑 逃避并不能带来救赎 只有承担起所有的罪行 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观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